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莫忘初衷 一些话要怎么讲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在之前的这段时间当中 我们能够一起看见环境的建立 还有习惯的养成 其实是可以从一些小地方就可以开始的 从这个阶段的核心影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主要的颜色 它代表了三个主要的主题 蓝色的部分是what 也就是我们要学些什么 它比较是content 内容的部分 它可能会是一些字 可能会是一些片语 可能会是一些对话或者是文法 或者是一些概念 基本上就是我们学习英文的时候 教科书上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内容 紫色的部分是习惯 还有思考模式的建立 可能会是聊到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 去思考学英文这件事情 也有可能会是一些学习英文的方法 而红色的部分是我们的为什么 我们的why 我们学英文的初衷 我们学英文的动机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专注的地方 都会是在蓝色的那一些部分 但是真正让我们能够成功的完成我们的目标 也就是能够使用英文这个语言 最重要的 其实我认为不是蓝色的这些内容 而是在紫色的习惯建立 还有红色的动机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教程的内容 其实是有一定的层次 还有规划的 虽然说在各位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里面看起来好像很多的内容是交触的在出现 但是当我们把它放到一起 归纳他们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 它的先后关系 它的脉络 还有他们存在的原因 我的重点目标之一 就是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不希望浪费大家的时间 所以我花很多的心思 还有时间 在把这些内容精简 把这些方式精简 并且是可以让大家直接在看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建立起这样子的习惯 相信大家也有发现 为了能够让大家直接在看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同时进行练习 影片里面的内容 重复的程度算是高的 但是每一次重复的练习当中 都会有一些变化 可能是难度的增加 可能是速度的加快 新的内容可能会被放进去 又或者是在来源上面的补充 就像是同一首歌 我们用不同的版本 还有情境来重复 这样子影片编排的过程 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在练习当中 用最有效率 最节省时间的方式 来增进我们习惯的强度 以及对内容的熟悉度 另外一开始 各位可能会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重复问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学英文 之前我有提过动机 为什么 why 许多时候会是 一件事情是否能够被完成 最大的因素 我个人认为 如果一件事情值得被开始 它就值得被完成 一件事情值得去做 就值得我们大家用最大的努力 去把它做到最好 这也是在为什么 在开始习惯建立的这个阶段 我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厘清 我们学英文的动机是什么 我首先跟大家分享了 我自己认为 学英文的好处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 学英文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是跟世界接轨上面 CP值最高的一个语言 它也是搜寻 还有涉猎新知识 最好用的一个工具 再来我跟大家分享了 普遍社会上面认为 学习英文的好处有哪些 简单来讲 就是在经济上面的提升 我提到了一般来说 不论是国家 团体 或个人的层面 英文的能力越好 它的生产力 还有所带出来的价值 通常就越高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陪伴你 一起来问问看 你自己 为什么要学习英文 我们这个问题还不止问一次 我们重复问了三次 比如说 你学英文一开始可能是觉得想要出国旅行 那我们就会问你说 你为什么想要出国旅行 为什么会需要英文 现在翻译机那么方便 干嘛花那么多时间 还有精力来学英文 可能你会说出国旅行是希望可以多看看世界 跟世界接轨 跟世界做朋友 那我就会想要问你说 你为什么想要多看看世界 跟世界做朋友 为什么会想要跟世界接轨 为什么你会需要英文来帮助你做这些事情 可能你的原因是希望跟更多人可以沟通 那我就会再问你 你为什么需要想要跟世界上更多的人可以沟通 可能到最后你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世界观 或者是你是希望能够不断的成长 也就是说我们问这个问题 是希望能够找出你学习英文背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我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去理清 你学习英文背后的价值 因为只有当我们清楚我们的价值是什么 或者是有做过这样子的动作和功课 去仔细的思考我们学习英文背后的价值 我们才能够更准确的定出我们的目标 在这里我觉得有需要跟大家先讲一下 其实我们学习英文背后的原因 或者是学习英文的价值 或者是我们的目标 都是有可能会随着时间 还有环境的改变而调整的 所以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找到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而是问这些问题的过程 比如说现在我可能正在准备大学毕业所需要的英文门槛 所以我需要先把多余的成绩拉高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在专业上面想要出国深造 所以我可能需要准备托福或者是IOS 但是当我进到职场 可能在工作上面有一定的需要 可能我之后希望能够去外商 可能是要开发不同地域的市场 也有可能是在技术上面 要能够跟全世界接轨甚至竞争 甚至到拓展新的领域 投资创业 所以说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领域 动机和目标都有可能是会需要调整的 所需要的英文能力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微调 不便的是我们要持续的问自己 我学英文要干嘛 我学英文的价值是什么 在对于自己所希望达成的价值 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之后 我们才能有效率的定出一个合适的目标 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达成的目标是自我的成长 那我的目标其实应该是习惯的建立 因为只有当我们的习惯被建立起来 我们才能够有效率的不断的成长 那如果我的价值是旅游看看世界 我的目标可能是有基础的对话使用能力 如果我的价值是在专业上面的卓越 那我的目标就可能是建立有效率的 这样子价值上面的厘清还有目标的设定 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会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习惯的建立 你可能会觉得很废话 我也知道习惯的建立很重要啊 大家都知道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 但是日子要怎么改变 习惯要怎么建立呢 其实建立习惯真的很不容易 江山一改本性真的还蛮难移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开始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除了一直跟大家分享建立习惯所需要的思维 我们真正在做的事情是在几个很小的地方 帮助大家挑战大家 从这些小地方来开始调整我们的环境 比如说你是被动的接受 每周都要跟着教练在云端相遇 你不需要主动的去安排时间 光是这样的调整 就已经在你习惯的建立上面跨出很重要的一步了 又比如说我们也有提供详细的方法 还有心理上面的建设鼓励 挑战各位试试看 把手机的界面换成英文 有一些人可能已经预备好了 有一些人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至少这样子的想法还有种子 已经被我偷偷塞到你的脑海里面 只要我们继续持续下去 到了时候 他就会讲出来 A man reaps what his souls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会是什么 知道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价值 定出适合的目标之后 如果我们没有行动 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但是在行动之前 我特别提到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投资报酬率 要有一个比较实际和真实的认识 如果种十颗种子 一般会有一公斤的收成 我期待一百公斤的收成就是不合理的 我种下十颗练习英文的种子 期待一百公斤的进步也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知道如果我种十颗练习英文的种子 一百次的话 我就可以期待一百公斤的进步 我还有可能因为越重越有经验 因为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改进 适应不同的季节还有天气 而获得超过一百公斤的进步 在学习的投资上面 我希望各位可以从三个层面思考 也就是关系金钱和时间 这些我们都有邀请各位把它写下来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把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这些内容写下来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把影片暂停 把我们之前所谈过的这些内容 清楚的把它写下来 或者是你现在就可以想一想 从你学英文的原因 学英文的价值 还有你在什么时候 希望能够达成什么样子的目标 还有你愿意做多少的投资 一一的都清楚的把它写下来 在下面回应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的教练也会在接下来 这一次的线上课程 来跟你做确认 记得光是把它写下来的这个动作 就可以大大增加我们成功的机会 最后这一个点 在它可以实际帮助我们的程度 比较因人而异 有一些人 当他跟别人分享了以后 他就会觉得他已经做完这件事情 达成了这个目标 而不去做这些事情 另外一些人他们可能会跟某一些人分享之后 他反而会觉得需要把这件事情完成 但是我们在这边去找见证人的原因 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我们希望要做的是 请我们生活当中的人 邀请我们生活当中的人 可能是另一半 可能是好朋友 可能是同事 可能是长辈 最好是一个让你觉得安全的人 邀请他进到你学习英文这件事情的旅程当中 邀请他为你写下他的名字 做你的见证 有空的时候 可以问问你练习的怎么样啦 了解一下你的近况 也有可能给你一些鼓励 可能听一些你的分享 就是做一个一起前进的伙伴 到这边 我们已经完整的把我们在学习英文动机的各个阶段 完整的复习过一遍 你的教练会和你一起前进 喜乐美语 下次再见 Rejoice English See you next time